安省QEW公路致命車禍 一部私家車的車輪飛脫 擊中一輛小型貨車和一輛巴士 導致一死三重傷 張桂葉報道 意外昨日下午大約3時半 發生在QEW高速公路 St. Catherine路段 安省省警表示 一部私家車在向多倫多方向行駛期間 其中一個車輪突然飛脫 高速撞向對面線的一部小型貨車後 再反彈 撞爆一部向尼亞加拉方向行駛的 長途巴士擋風玻璃 警方說長途巴士上一名48歲的多倫多男人 當場死亡 另有三人重傷 他們都被送院救治 警方昨晚一道風路進行調查 直到晚上大約11點解封